民选官员于13日呼吁纽约市警务处叫停起地铁油条精英军团 不要再强势打击在地铁站内摆摊售卖小时的商贩 强调这只会令纽约市重回昔日截停搜身的可布日子 每日新闻报道,近日至少两名女摊贩在地铁站被捕 事件引起强烈反对 有摊贩维权人士敦促市府取消数十年来的街头贩卖牌照上线 并要求警察可以对这些摆摊糊口的人网开一面 市议员雷诺索与70多名市民在布鲁克林 Myrton Wyckoff地铁站外举行示威 他认为警察的工作是服务人民而不是骚扰百姓 我们一直争取叫停截停搜身 刑事司法改革 警察却突然之间责怪穷人制造问题 我们并不能接受 虽然警方强调是在多次警告离开无效后才进行逮捕 但支持者认为这些摊贩没有造成影响 而且被过时的限制所束缚 街头小贩许可证于1983年定立上线5000个 目前轮后名单上仍然有2500人 雷诺索指出即使持有牌照也只能在街头摆卖 而不准在温暖的地铁站内做生意 小贩卡米塔表示 曾经于2007年和2010年被捕 多年来共缴了数千元罚款 指责州长科莫及市长白思豪 简直是用罚款来资助地铁 雷诺索也批评 小贩贫穷非裔及蜥蜴的逃票孩子被当成替罪羊 遭大租会捷运局MTA开刀锁前 市议长庄迅也在电台访问中表示 我认为在地铁内增聘500名警员 并非明智之举 倒不如用这笔钱来改善地铁服务的实际需要 迪玛奇奥主教最近被教宗委任 负责对水牛城的神职人员 涉性亲行为进行调查 自己却被指控涉嫌于1970年代 在泽西市侵犯男孩 目前正陷入难堪局面 据纽约时报报道 迪玛奇奥主教是布鲁克林 罗马天主教区的长期领袖 却被律师指责涉嫌于1970年代 在泽西市担任神父期间 性侵犯一名11岁的祭坛男孩 提出起诉的是现年56岁男子马策克 他指出 当时在圣尼古拉斯教堂担任祭坛男孩 也是圣尼古拉斯学校的学生 曾经多次受到迪玛奇奥 及另外一名神父马克的性侵 后者目前已经死亡 自2003年 一直担任布鲁克林教区主教的迪玛奇奥 向美联社发声明否认指控 在我担任神父的近50年事工中 我从未做过非法或不当行为 我坚决否认这一指控 并有信心可以充分辩解 他其后再发出声明 指案件现在已经进入法律程序 并将对虚假指控做出反驳 上月教宗方济各 才委任迪玛奇奥主教 负责调查水牛城教区 多宗神职人员性侵丑闻 布鲁克林教区于上月底层表示 玛奇奥主教已经结束 对布法罗教区的调查 当中包括七天内三度到防水牛城 并对80名神职人员和教区居民进行问话 但没有透露公布报告日期 事实上 玛奇奥主教已经是处理神职人员性侵指控的能手 他当上任新州卡姆登主教区时 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解决性侵守闻 当中包括一次向23名原告 支付88万元和解赔偿 于今年2月全国最大教区之一的布鲁克林教区 检举出超过100名被指控性侵儿童的审妇 这是全国其中一次最大规模的公开 玛奇奥主教当时表示 对于受害者的痛苦我深表遗憾 我希望这份名单可以为他们带来疗愈作用 在布朗市一个加油站内 有警员被多位摩托车手围堵 以报复其检查行动 事发于10日下午40时15分左右 在布朗克林大道加Edgewater路的布朗克林Expressway 附近一间BP加油站 多位摩托车手及越野车手包围一名 第41分局警员的巡逻车 自今年夏天以来 纽约市已多次发生如景 这一次的明显挑衅事件 显示情况有升温迹象 事件源自该名警员 截查一名摩托车手 但对方突然汽车逃走 就在警员处理该电单车期间 多人出现把他包围 而汽车铁骑手也趁机偷偷回去 尝试夺走电单车 幸好警员反应迅速及时阻止 并且以电机枪进行追赶 以及面对其他包围者 事件扰扰两分钟左右之后 另外三名警员赶到现场 包围者一哄而散 危机才得以化解 纽约市警务处发言人证实事件 并指暂时未做出任何逮捕 纽约近日来气温骤降 批林八道道华社的 布鲁克林公园 Borrow Park 发生一起令人心痛的悲剧 一名露宿公园的 无家可归者被活活冻死 被人发现时 身上紧盖着一条红色宝毯 据了解 该事件发生在本月10日 一名露宿在布鲁克林区 十一大道交46街的 Alban Triangle公园长椅上的 46岁无家可归者 一夜过后再没能醒来 根据天气报告 9日当晚的最低气温 恐低至12华氏度 低于政府规定的 32华氏度极寒蓝色警戒线 而在如此低温下 任何无家可归者 本来都可以获得 市府的无条件收容 根据Bowry Mission 此前公布的报告 纽约市游民问题愈演愈烈 最近十年甚至迅速恶化 收容所人数翻番 已超过63,000人 同时还有至少4,000人 每晚露宿街头 社区人士呼吁居民 如果看到超低温下 还有游民流落街头 应立即拨打311 市府会有专门的团队前往救援 也可联络警方出面处理 国泰银行于1962年创业于加州洛杉矶地区 为华裔社区提供金融服务 成为南加州第一家华裔银行 时至今日 国泰银行十分自豪成为美籍华人创立的 运营历史最悠久的银行 经过57年 国泰银行快速扩张 现在已有61家分行 融合中西文化为议题 有别于任何其他美国银行或亚洲的银行 务求以最好最优良的理念为华人服务 在这里很高兴 和华尔电视的各位观众 来到空中见面 我们国泰银行今天很高兴 我们期待了很多年的 在CANEL街开的分行 最终今天正式的开幕 我们这个地点非常好 也设计是最新银 用最新的设计 来制造一个很好的服务环境 给我们的客户和社区的群体 我们希望藉着这个新的分行 提供更好的银行服务 给我们这个社区有需要的 我们的群众 在这里祝大家 身体健康 生意兴隆 生互愉快 而国泰银行 在美东零售银行的团队 有13家分行 仅仅在纽约就有10家分行 除此之外 国泰银行也十分注重 为社区做出贡献 在2018年 国泰银行透过国泰基金会 捐助达300万美元 给多家非盈利组织 其中42家社会非盈利机构 在纽约和新泽西州 位于华部159号 坚尼路分行隆重开幕 引用加州及华盛顿州 时尚开放式零售银行概念 是国泰银行美东区 第一间利用全新零售业务概念 为客户提供全方位 即金融服务 包括私人房屋贷款 商务贷款 理财服务 人寿保险 个人及商业账户服务等等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先去证明了 你这证明了 你这证明了